冒险羌泽的热情始终是铭记在心 而地震发生之后 位在同山之间的冒险 像是被隔离的孤岛 令人十分担忧的 所以道路抢通了 我们最近深入冒险 看访这群传扶的老朋友 幸好大火是安然 但是房东受了损 惊吓之后的人心还在不见当中 现在请看我们在冒险的报道 如果不是青宏县场 各位很难想象 这么现代化的一个县城 竟是中国最大的群族聚集地 这里正是位在四川省西北公园 五群人的发源地冒险 请问您去哪一年 在这边冒险当县长的 我是从八年到九年 在冒险 在县长这里一年 那可可我请你帮我们 就是说明一下 当时你任职的时候 整个冒险的情况是怎么样 这个冒险 以前很小 就是两家街 一个老街 和一个 都是两家老街 很小很小 那现在冒险状况 比对之前有什么变化 变化太大了 这次我再次回到冒险 我看到 我们现在的冒险 是以前的十倍大 老县城的位置还是在这边吗 对 是是 现在我们站在的位置 就是老县城的最中心的位置 全县十万人口当中 羌族占了九城 这里也是五一二地震的重灾区之一 如今整个县城 已经从彻底崩回的状态当中 重获新生 摆脱了灾难的阴霾 这一座小学更是秉持跟环境友好 还有文化传承的理念 启动营造的 这所学校是由李连杰先生 所创办的一基金工艺基金会 所援进的一所小学 现在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学生们上课的情形 飞湖小学 遵循建筑的营造策略 从规划方面 建材的选择 建筑方式等方面 达到关爱环境 节能减碳 跟资源再利用的目的 营造一个永续发展的新校园 由北京自然之友全城监督 如今飞湖小学呢 也同时成为自然之友 进行环境教育的基地 所谓的自然之友 其实就是中国文化书院的 绿色文化分院 他们是在2008年11月 向李连杰的一基金提出申请 才促成这个示范性的计划 我们黑股庄是有四个的行政策 这学生就是 都是中国的这个地方 都是本乡的 没有外乡 住宿不需要缴税 现在学生的住宿 包括它的被子啊床呢 尤其是有国家的配送 然后学生所用的 束缚杯 牙膏牙霜 还有拖鞋 这一类都是学校在采购 这样必须学生也不需要 交的一分钱 国家每月是有 每个学生有120块钱的补贴 收购补贴 学费现在已经 从明清年去已经全部免除了 这个学费和诈费 全部免除了 黑虎小学坐落在黑虎乡 小河坝村政府的东侧 山坡上临近的黑虎枪寨 是枪族著名的文物级村寨 这个村寨的民风不仅淳朴 而且内敛沉稳 虽然面临512这场世纪大地震 却依然不为所动地 安然生活着 我们现在要到黑虎站去 512地震前呢 这里全部都是 崎岖难走的小路 现在目前正在 开阔公路当中 因为还没有修复好 所以我们得走路上山 石屋平安度过 惊天动地的大地震 但是村寨里头 九座雕楼 却有着程度不同的灾害 这九座爷爷级的雕楼呢 都建在唐宋时期 是受到保护的古建筑 或许是因为黑虎寨 是一个自汉代以来 就已经存在的 羌族小部落 经过两千多年的磨合 他们对这片居住的土地呢 早已建立深厚的默契跟信心 所以即使地震 让山体滑坡 让原本耕种的田地不见了 他们也毫不慌乱 颇有泰山风雨前 仍不为所动的气概 也难怪这里会出了一个 杨四将军这样的英雄人物 杨四将军是清代 唯一能够领导枪名作战的人 后来大家把杨四将军 称作黑虎将军 野马原来的黑光寨 改成了黑虎寨 在这里呢 曾经有过一段长时间的安定 没有人敢轻扬这头 黑虎的骨须 这儿的实践房屋 也是固若磐石 就算512超级大地震 也只能造成几座标楼的损伤 羌族是信奉白石神的民族 常在路口跟住房上头 看到代表神明的白石 现在我们即将前往的 正是黑虎寨里头 相当重要的一个白石祭台 大陆巡旗外景队曾经多次造访黑虎寨 也算是这儿的老朋友了 所以只要村寨的势比没有外出 多半会为我们这群远客 举行传统的祭祀仪式 村民说势比都是知识兵国的人 他们在为大家祈福 我们完全相信这群老朋友的真情 正如同他们对这片土地的信任 一场洋川大地震 忽然制造无数的人间悲剧 但也凸显了人性的光明面 出现不少的救恋英雄 这次我们重返灾区 来到冒险的时候呢 正巧遇上当地 迎接救难英雄重返冒险的场面 恭逢其胜 非常感动 留下去难得的记录 跟观众共享 我们即将前往另外一个 群族聚集的自然村寨 叫平头村 因为这里正要进行一场特殊的欢迎活动 但并不是欢迎我们 而是欢迎三位 五一二地震的救灾英雄 这个村子一共是551户近2000人 村民99%是枪族 看他们正欢心鼓舞的排练欢迎仪式 几股声中迎兵仪式就要开始了 他们要用全存的热情 来向救灾英雄表达心意 2008年大地震发生的时候 平头村也是灾情非常严重的地方 村子里头房屋几乎全都倒了 而且对外通讯还中断 我们虽然没有身理其境 但观看想象也能知道 那必定是个没有电力 没有食物 也没有遮风地与地方的恶劣处境 村民完全不知向物料走一走 幸好15名救灾人员 及时从天而降 才迅速解除全村的危机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采访到 512汶川大地震时后 我们的空降军部队的救灾英雄 那访问就是所长几个问题 当时冒险的对外的通讯的交通 全部都中断了 其实可以说是灾情不明 那您是用什么的方法 又带了多少人 在第一时间抢进这个重灾区 512地震以后 我们接到的命令 当时也是很猖獄 冒险这个地方 当时是用通讯断 信息外边一点受不到 然后我们军委的命令 就是派我们空降军 派一个特殊分队 要降到这个地方 尽快把这个地方提醒 上台情况 说人员需要什么装具 需要什么生活用途 让我们感觉到这里来 当然因为这个地方 环境非常不大 我们对这个情况也不了解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到这里来 都是散打 但是在国家完成了一个任务 我们还是带着 顺着 跳传技术非常好的 我们空降军的特殊 政策分队 就降到了 从天而降 说来容易 但其实充满了危机 您眼前所见这个冒险的 这个灾情系有多严重 可以形容一下吗 当然是真是残牙壮地 这个到处这个房子都是列得很寒 有些房子有防导物查 这是当时看到的一个现状 这个人的这个地方 当时有五千多的游客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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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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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 都照不了 因为前面路条路断 别冲去 这些游客 因为游客 游客的那个 别大了困难 就是没地方住 当时这个地方还在下雨 县委县政府 已经把所有住家物品 都拿给这个游客来 实际上他们这边 他们的群众 也是在这个 呃 在在在在这个 额域的时候 都顾不了自己 就把这些东西都拿回来 就送给咱们这些游客 当时我来到以后 咱们很感动 所以说我感觉的 一是没有吃的 一二是没有遮忍的东西 第三个呢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陷阱 叫同种大坝 当时 那个草放不下来 这个水 凉水 就把大坝已经远起来了 如果说把这个大坝 冲垢了以后 这个水 送降而下 文川县 就会在一片光亮之中 所以说我们接到的 我们接到这些东西 然后来到这些地方 也就发现情况 来到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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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最快的速度 用空心电了 就是微信电话 就把这个信息通报到我们指挥布 指挥布里面在最快的速度 就把救援物质 输上了冒陷 用直升机 输上了冒陷 害到我们的空心 就到这个洪空大坝 把那个 把那个草 慢慢地抬起来 这样就慢慢地把水滑下来 这就有这些问题 失措就在市局人的职责 村民还是感念他们的恩情 当时过的这个现场 叫冒陷 但是在空中 看到位置 这个冒陷 然后跟着队 就跟过来 然后就落在旁边 有一个 当时选择这个路 但是距地面 有200米的时候 才发现 是个一片果园 然后也没有办法 就是只有这个 一海也去 就落下去 刚好落在两个树之间 就在前面这个树 然后到我们落下去以后呢 这个人与人之间 就基本上就分开了 然后有我们当地的一些 这个老乡 我的伞啊 刚刚一把树上了 然后把我的伞取下来 然后跟我一块 然后把我们结合到一起 然后才跟所长他们在一起 回想当时种种 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那是一段惊心 却又充满温情的回忆 从路上路来的时候 感觉是这个位置 感觉很亲切 但是上来以后 感觉电话非常大 这盖的就是像一个 这盖非常漂亮 这盖的就是这盖 现在这个地方成了小花园了 但是我们跳过的地方 还有成了小花园了 就是这边吗 当时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我跳了三十年闪 实际上也最危险的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最危险就是这边 最危险的就是 当然说这个地方的村庄 都是一些倒塌的 在温泉大地震的抢救过程里头 第一优先抢救的是人 而第二优先就是文物古迹 给你 好